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统韩方能够取得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们的亚洲猪赛 现在开始 为大家介绍场上对阵顺风 蓝方选手 年龄22岁 身高194公分 体重93公斤 职业战绩 两胜两腹 来自韩国最炙熟可热的MMA 新生代 十里新南 拥有极具杀伤力的重拳 战力击打能力相当了得 他就是此次英雄帮18的颜值担当 有着格斗送中击之城的 哲德云 同方选手 年龄36岁 身高183公分 体重93公斤 职业战绩无胜六腹 英雄帮2016年两场比赛 唯一一名 两次用不同技术 提前终结比赛 获得胜利的选手 更是英雄帮17最佳人气将得主 技术十分全面 游击擅长足球体 地面交际 大赛经验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十分出众 善于把握战绩 他就是孔子第77代传人 来自哈尔滨的狂猛之宰 孔恨 狂猛之宰 孔恨 长下比赛 长下赛判 贺博迪恩 亚洲大战 贺博迪恩当任主裁 两人的第一次主赛 又就马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主赛 如果说现场有妹子们在看比赛的话 这场比赛看不到有没有关系啊 就疯狂了 赛前郑多运自称啊 他对孔恨东了如指掌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 赛前郑多运就说过 他说孔恨东的体能 极限是在五分钟以后 是的 也说五分钟以后 他相信能够打出那个 比较精彩的局面 是的 他说他孔恨东是身高优势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英雄榜18 风云阵的联合主赛的现场 我是王庭 这确实是孔恨东的 我是郑翰 这确实是孔恨东的一个特点 就是往前冲着 而且郑多运很有经验 打了一拳之后 前手就马上是向前 控制距离 控制距离 向前那个挡住 是 让对方压近 放手攻击 好漂亮 孔恨东有点吵舌头了 前手 因为郑多运身高必展的优势 非常明显 是的 身高1米94 而且郑多运不停在做 那个下蹲的爆摔甲动作 离获对方 对 他肌肉的气调也很明显 孔恨东爆架有两滴 漂亮的这个迎击拳 而且孔恨东 刚才那下吃的比较重 你看不停在那个大口呼吸 中嫂 刚才吃那下就是重 中嫂 郑多运看来这个 他这样重拳重腿 中嫂 推开 而且郑多运每次中嫂之后 就推开 创造距离 所以不让对方押近 因为他知道对方 唯一的那个 有力的攻击点就是打近身 前后手 迎击漂亮 前手的一中拳 他手和那孔恨东 越打越兴奋的感觉 后手大牌 停钩 漂亮 中嫂 被周多运躲开了 中嫂 中嫂 比较严重 插掉固体细状 中嫂加直拳 这个组合很犀利 中嫂加直拳 有危险插掉固体细状 还好孔恨东是那个左右轮摆 破掉固体细状 也是因为这个攻击 又是中嫂 原因两个人的拳都非常重 必须的 后手 前手 对 明显臂展不占优势啊 孔恨东 是 孔恨东得想办法去爆摔 去爆摔 是的 但是他能送中击 不是送中击 郑多运 对 他是没有 不会让这样子的 对 韩后拳手打得很聪明的 前手刺拳 漂亮的 一击 非常脆的声音啊 这个级别呀 拳拳到肉 一拳是一拳 中嫂 踢中肝脏 拳拳 拳拳到肉 有点难受 你看 孔恨东的右手架里 开始要 躲开平勾 漂亮 郑多运的摇臂不错 拳击比赛 拳击加蹦蹦 起耳上踢拳了 对 自由波机 还是有腿的 不是只有拳 前手是拳手 拳手 点中了 点中了 黄东的脸已经红了 滴嫂 滴嫂 两人目前 在滴嫂 漂亮漂亮漂亮 地点 手撑地起来了 哎呀 没什么回会 行刺很迅速 其实刚才摔的 应该是很好的机会 对方逢抱摔做得很好 因为及时手就到后面撑地了 对 那黄东抓得谁抓得也不错 对 你看下 大白被对方推开了 两人现在是一种稳重的 DPS 一拳是一拳 一拳是一拳 后手 哪一拳哪一拳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KO 而且打得非常轻松 郑多运 好 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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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脚龙边 脚龙边 这样对黄东是有好处的 脚龙边是对黄东有好处的 只要管一下对方的拳 是 郑多运把黄东顶到角落 郑多运的力量明显比较 走击 走击之后再抽来 打自己最擅长的力量 远距离 中嫂 你看 郑多运是一直在中嫂的 我估计他最后可能会用高扫 来抱头来结束 因为我就不停地中嫂 逼你把那个右手抱架 沉下去是防肋骨和肝脏 然后那个时候 你防顾住的时候 我再高扫抱头 有道理 是的 那么黄东现在应对策略 就是利用这个赢珠的拳 去应对对方 但是唯一是在于中嫂运身高必长 然后打一拳 中嫂 后手直拳 打退了 到角落了 后手大白 后手直拳 孔寒冬流鼻血流出来了 目前到现在为止 比赛进行了四分钟 孔寒冬还是战斗劣势 是 这个 他在这种重拳重拳的拼杀中 还是攻击力 还是呼不过 呼不过这个郑多运 两人的身高 对 暴摔呢 暂时暴摔 能不能暴近 能不能贴近 能不能贴近 这一轮 这一轮打郑多运 有点惊讶了 是 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给我这一下 靠摔 这种的驱干 效果不是太明显 孔寒冬刚才有点吐出脂 呼吸有点受限 是的 前手自全中了 看看 马上加到五分钟了 郑多运说的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对 郑多运对孔寒冬 体能没有太大的限制 导致孔寒冬 体能下降 是因为不停地遭受重击 是的 因为遭受重击 会直接影响你的呼吸 头痛 对 头痛会直接影响你的体能 脉筋 又是一个 又是中槽 最差点没上了 他和孔寒冬挺对的 就是硬汉 偏了扑盖 扑盖的 扑盖的很聪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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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他已经有点累了 孔寒冬 要做足关节技了 可惜对方已经跪下来 没有足关节技了 对方站起来 可以做足关节技 对方跪下来 基本这个足关节技了 会压到这个 侧位防守的位 这个半防守的位置 但是尴尬的是腿被压住了 是 所以说现在可能 他这个位置就跟去年的Rising 就那个 那个长岛熊英郎被那个 安地苏 对 安地苏 压住是同一个位置 对 有点尴尬 对 但是我们看现在 对方一出来就过腿了 这已经是接近个leg drag 对 实际上现在已经 应该把上钉钉 基本上能过腿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两边都能过腿 哎 没得住 没得住 没得住这个机会 郑多玉平时感觉 地面练得不多 嗯 哎 拿到孤村 有 孤村 孤村有没有 哎呦 这个逃掉了 如果他能翻过去的话 这下就危险了 对 到齐胜 到齐胜 没有 逃出来了 郑多玉看是要压制 还是放他起来 目前郑多玉也比较低 我认为郑多玉 希望让他起来 对 但是看他以前 没这么做 因为郑多玉在地面中 是不占便宜 没有想要放他起来 没有想要放起来 嗯 没有想要放起来 郑多玉在地面中 是不占便宜的 如果说不占便宜的话 为什么不放他起来呢 好 哎 哎 哎 走进 哎 虎典桑漂亮 那郑多玉起上 他叫电梯扫了 体能的原因 体能 体重和体力的原因 他那下技术动作做对了 被这边翻过来 就是对方的体能比你好 地面踩踩踩踩 地面踩踩踩 那现在这个哈尔伯迪恩呢 我觉得很 那下动作有点小危险 郑多玉不放站起来吗 郑多玉难道也有点累了 有可能是 没 这个主动圈占他 我可以放你站起来 你不放你站起来 好 现在把主校给裁判了 你看还有三分38秒 还是非常硬的跟对方 特略在拳套 刚烈的汉子 就是这么刚毅啊 鼻子是不是有点了 好了 抱摔 再次抱摔 看郑多玉怎么 好 腿出去了 没了 郑多玉你的屁股一直都要往后 哎呦 这个顶 没顶住 没顶住 他排不起来就这样 我抱我抱 我抱 我抱我抱 我抱我抱 真让我想起 孔寒冬跟赵子龙这场比赛 在入的时候啊 孔寒冬也是被打得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哎 那下拼高 漂亮 孔寒冬生那几下重击非常有效 我给你保证 这一下是达不到宏冬的 虽然说看宏冬现在这个样子 他是达不到宏冬的 中嫂 中嫂 退了 退了 宏冬退了 你看手垂下去了 这下后手迎击 对方的中嫂也不错 郑多玉的拳也下去了 现在郑多玉的拳 也是 对 手架也下去了 下去了 因为这个级别要我太累了 哦 这个摔法是全全没有力了 对 我们一个挂腰的摔法 要做手臂三脚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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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好像没体力了 拍了拍了拍了 手臂三脚脚降伏 啊 手回合手臂三脚脚降伏 漂亮 体力不足了 看来啊 他分析的对 他就是很严重 很严重 好 真的很严重 是很严重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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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好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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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今晚的亚洲主赛 第一回合7分30秒 蓝风手臂三角锁 相不获胜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7 minutes 30 seconds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We have a winner by submission Due to arm triangle 中马招呼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英雄猫創始人 北京英雄猫体育国化发展宣公司 首席运营官毕思安先生 为获胜选手颁奖 中马招呼 一分之属碎